今天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瓶基地 20只半岁左右的熊猫宝宝 元气满满 集体亮相 向全国人民送上最萌的新春祝福 虽说是寒冬腊月 但熊猫运动场内一派喜气 树上的红灯笼 门上的红队帘 地上的鞭炮和新年礼物盒 营造出浓浓的春节氛围 在万众期待中 20名奶爸奶妈每人怀抱一只熊猫宝宝闪亮登场 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 如母天意 福福生辉 今天亮相的熊猫宝宝都是2021新生的熊猫幼崽 其中最大的是真真崽190多天 最小的是绣球崽120多天 2021级熊猫宝宝当中最调皮的 当属大熊猫 海归大熊猫真真的幼崽 两个幼崽的话 平时就喜欢兄弟两个经常打捞 然后要不然的话就跟母猫一起玩耍 最连人的话 当属大熊猫冰冰的幼崽 它总是喜欢待在熊猫妈妈的怀里 杀着焦要来吃 据了解 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 要熬过饮食观 体重观和疾病观这三个重要关口 对于饲养员来说 这些都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2021年 我们熊猫中心坚持优生优育的原则 严格按照计划 优选了10羽只磁心大熊猫进行繁育 不断地改善遗传种群 持到良好的遗传多样性 熊猫幼崽诞生以后 我们也坚持以母兽代宰为主 人工与幼为福 2021年 熊猫中心全年供繁育成活大熊猫幼崽 18胎 27载 圈养大熊猫种群达到356只 还发现了一粒少见的童母异父双胞胎 为国内外大熊猫合作提供技术支持 指导重庆动物园繁育成活大熊猫2胎4载 指导马兰西亚 日本 新加坡的大熊猫繁育成活3胎4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